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主显节 感谢天主透过不同方式向全人类显示 让我们得以受洗成为天父的子女 每一回我们参加感恩祭时 主便透过真实灵在的圣体圣血 进入我们身体内 鲜明地向我们显现 从那一刻起 我们是否也像当年的白忍成的木头 成为主显奥基的使者 因为天主子来到世上是如此的重要 天主为此长时间酝酿布局 他借着各时代的先知圣贤来宣布 连外邦也引颈期盼墨西亚的来临 伯德鲁如此见证 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 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习者圣若汉是主的前驱 他是至高者的先知 他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 为耶稣的来临做准备 宣讲并施行 使人悔改的洗礼 最后他以流血舍命的方式 光荣的成为见证耶稣的前驱 耶稣降生于贫困的家庭 卑微简陋的马巢中 卑微淳朴的牧羊人 都是首批的正能 他在贫困的环境中 彰显天主的大能 光荣天主 古王今来的教会 年复一年的歌颂者 耶稣降生那一夜的荣耀 今天真女给世界带来永恒 大地给至高者献出马棚 天使欢畅 木童颂扬 星光浅导 闲事来朝 你为了我们而诞生 永恒的天主 小小的圣音 主显节 显示耶稣是以色列的墨西亚 天主子 及世界的救主 此庆节将耶稣在约旦河受洗 参加加纳婚宴 及东方贤士来朝拜三件事 何在一起庆祝 主显节显示天下万民 都进入先祖圣贤的家中 因着获得天主子女的身份 而倍感喜乐与尊容 祝耶稣如圣殿 显耶稣如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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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属于上主的首生子 希摩昂和亚纳 代表整个以色列人 前来与他们的救世主 墨西亚相遇 希摩昂向玛利亚预告 将由痛苦的利剑刺透他 预先宣布了完美而独一的十字架际线 逃往埃及 和无罪婴孩遭受屠杀的时机 显示黑暗的势力 毫无理性的反抗光明 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 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 基督的一生 全是为了救赎人类而降生 却要遭受人的迫害而逃亡 基督在隐居生活中 服从了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义父洛舍的教导 耶稣在纳扎勒 以最平凡简单的隐居生活方式 与人相遇共融 启动了因为亚当的抗命 原始易得受破坏的重建工程 教宗保禄六世描述 圣家是所有基督徒生活的典范 纳扎勒的圣家 如同一所福音学校 在那里 我们开始学习耶稣的生活 首先 他教导我们的是静默 另一个是家庭生活 纳扎勒的圣家教导我们 什么是家庭 什么是爱的交流 什么是简单的幸福 朴实而美丽 再一个就是工作 教宗保禄六世 赞叹迪说 啊 纳扎勒木匠之子的家 在你这里 我们希望能了解 并宣告那虽然是贫困 但是在劳苦工作中 具有救赎的功效 耶稣十二岁时 全家到耶路撒冷过节 耶稣与父母分开了三天之后 圣母玛利亚和圣洛舍 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 这是耶稣第一次 打破隐居生活的兼范 他说 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 耶稣在圣殿里 对父母所说的话 让我们看到 他身为人子 又身为天主子的使命与奥秘 玛利亚和洛舍 虽然不明白他的话 依然谦卑地以信德接受了 今天的教理就分享到这里 下周再会